美国神经学家约瑟夫莱杜通过研究发现 人的焦虑、恐惧、急躁等情绪 在大脑中与认知系统相连接 换句话说 一个人遇事实的反应就取决于他的认知 你看问题越是主观 思维越是固执 人就越容易上头 成为情绪的奴隶 管不好自己情绪的人 其实本质上就是认知太低 心理学上有各个人构念论的说法 是指人现有的观念都是有过往的见识 既往、评价、思维等形成的 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新东西 他的个人构念就会趋向单一 思维进入了死胡同 他便会愈加固执 深陷在情绪的漩涡里 前几年 我有个朋友想要创业 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干系点 他考察了好几个高档小区 从选址到人工 从设备到资金 方方面面都做足了功课 准备就绪后 他便回家和父亲商量开店的事 没想到父亲一听 瞬间暴跳如雷 对着朋友就骂了起来 你个小兔崽子 我好不容易供你上大学 你居然要去给人洗衣服 人家傻妈自己不会洗 还要花钱找你 你去开店 赔得连裤子都没得穿 父亲还说起 以前家里穷 家家都是手洗 现在有了洗衣机 就更不可能花钱去洗 但父亲不知道的是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很多衣服很贵 大家也都有了保养衣服的需求 所以在当时的环境里 干洗店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但父亲不懂这些 他用自己局限的认知 对从未听过的事 进行错误判定 还对着朋友大发脾气 后来 两人因为这件事闹得很僵 朋友的店最终也没有开起来 而朋友一气之下 好几年都没有再回家 心理学家艾伦·贝克认为 情绪不好的人并非天生 而是因为自己有错误 或扭曲的思维方式 见识越是浅薄 人就越看不清现实 层次越是低下 人就越容易变得偏执 很多时候 发脾气并不意味着 问题无法解决 而是他不能理解 超出自己认知的事 不愿意换一种眼光去看问题 人就只能被困在情绪的牢笼里 想起了心理学家 埃利斯提出的情绪 ABC理论 他认为人不是被事情困扰着 而是被对事情的看法困扰 换句话说 一个人的情绪就源于他对事情的认知 只有改变僵固的思维模式 从更高的角度去思考 人才能摆脱情绪 从容地应对眼前的难题 自媒体人崔崔 讲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在前公司的时候 崔崔所在的团队 曾招进来两个履历 差不多的实习生 两人刚来时都很努力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有一次 崔崔的团队业绩垫底 老板就把所有人都拉进会议室 批评了一顿 事后实习生内觉得自己 不过是一个小喽啰 这次IP完全就是白白受气 他越想心情越差 那一整天就像一个被点燃的炮仗 跟谁说话都带着火气 可实习生毕泽完全是不同的心理 他觉得老板和自己谈了这么长时间 一定是对自己寄予厚望 希望自己能再接再厉 于是他开始复盘 这次失败的经历 逐渐总结出自己的一套做事流程 在下个月的业绩指标中 魏崔崔出了不少力 就这样 A总是习惯用情绪逃避现实 B却能不断打破原有的认知 专注提升自己 三年后 A还是办公室的一颗螺丝钉 B却已然成长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小领导 后来崔崔离职 打算自己创业 就邀请B当自己的合伙人 最终 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品牌 事业也做得风生水起 费斯汀格法则说 生活中的百分之十 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百分之九十 则是由你对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 也就是说 生命中大部分事情 我们都是可以掌控的 与其在事件发生后 与负面情绪苦苦纠缠 不如想想其中好的一面 修正思维偏差 升级自己的认知 看透了事物的本质 人生路上就没有什么能再办到你 知乎上曾有人问 到底怎样才能戒掉情绪 底下有个高赞回答说 只要你分清了什么是值得和不值得 你就不会轻易被激怒 当对方的人和事 不配消耗你经历的时候 你就无畏自降身价 得不偿失 所以 平和不只是脾气好 而是头脑好 人的认知一旦上升到某种高度 目之所及便全是风景 法学教授罗祥说起过这样一件往事 他上大学的时候 还不像现在这样见多识广 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有段时间 他非常讨厌自己上铺的室友 因为上铺晚上老是翻身 搞得自己睡不好觉 所以 罗祥每次见到那个室友 内心就气血上冲 甚至想了无数种恶毒的计划 想整他 直到某一天 罗祥意外发现 自己才是宿舍里呼噜声最大的那个人 而上铺被吵得睡不着 又不好意思叫醒自己 这才翻来翻去 那一刻 罗祥觉得自己以前的气都白生了 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 他开始反省自己 对任何人和事都不再主观一段 而是从多个角度看问题 视野开阔了 在预示就会变得客观和理性 自然就不会被情绪主导了 哲学家埃皮克梯图曾说 人的反导并非来源于实际问题 而是来源于看待问题的方式 认知越高的人 越看重事件本身 他们遇到难题 第一反应是怎么解决 而不是怒气冲天 摆烂消极 因为日子总要过下去 解决问题远比发泄情绪更重要 这个世界上 人人都会产生情绪 但真正的高手 能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 来掌控情绪 用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 生活中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格局大了 你也能收获更轻松愉快的人生 罗素曾说 人的情绪起落 是与他对事实的感知成反比的 你对事实了解的越少 就容易动感情 所有情绪上的困扰 不过都是认知上的匮乏 见识太少 阅历太浅 于是自然容易失去理智 而一旦跳出自我的局限 用更大的视角来看问题 你就不会再被假象蒙蔽 当你能用更高级的思维方式来思考 你也能借掉情绪与更优秀的自己相遇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